亚洲第十三 世界第八十八 中国国足迎来持鲁时刻 世界杯扩军速度赶不上国足下跌速度 情况太不妙 中国国足再次迎来了亚洲杯之后的一个最坏消息 由于亚洲杯的表现太过于糟糕 我们都看到了 两拼一负只拿两分 而且没有进球也没有赢球 最终非常无奈拿小组第三提前回家 那么你亚洲杯表现这么差 你自然要受到惩罚 惩罚就是国足的世界排名继续断崖式下滑 最新一期的世界排名正式揭晓 国足已经跌到了亚洲第十三位 世界第八十八名 对比亚洲杯之前的七十九位 疯狂下跌九名 世界杯名额的这个扩军速度 甚至都赶不上国足的下滑速度了 在之前中国国足大概是排在亚洲第九左右的这个位置 世界杯名额扩军 亚洲从4.5扩到8.5个名额之后 都说国足的希望来了 那么可能看到一个天赐良机 我们有机会进世界杯了 毕竟你排在第九或者是第八或者第十 是吧 就这个左右 然后8.5个名额 你有机会中一个外卡名额 可是现在国足的排名还在下滑 好不容易扩军到8.5 你跌到了13位 你还是没有机会 除非现在名额扩军到14 否则中国国足还是不在亚洲前13的这个行列当中 那等于说 你还是没有能够去冲击世界杯 这次的扩军名额甚至都赶不上国足的下跌速度了 亚洲多了4个名额 国足排名却下降了9位 那你说你这赶得上吗 而且不光如此 身后这些球队 国足真不敢说自己打得过吧 第十四叙利亚 你打得过叙利亚吗 恐怕也未必吧 再往后是巴勒斯坦 说实话打他们国足也很难 所以说现在虽然说中国国足仍然能够排在亚洲的第十三 排在世界前九十 可实际上他们的真实实力到底是多少 那是肉眼可见的 而这次的排名下跌就是亚洲杯惨败之后迎来的直接恶果 我们的问题就是有没有人要为此负责呢 亚洲杯打得这么丑陋 现在世界排名继续跌 快跌到九十位了 距离跌破三位数 只有一步之遥 那么有没有人会为国足的糟糕表现负责呢 你到以后啊 中国国足如果继续这么下去 恐怕连八十八都保不住 就怕未来的某一天 它是不是有可能跌到一百八十八位呢